来吧 都回来了吗 听不到我这说话吗 有声音我怕你了 好了 都回来吧 我们要开始了 上课了 好 我看现在 12345678 有反快了 这样 再等十个数 十秒钟 好 看来都回来了 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来吧 三个关键字 是吧 第二个 static 静态 终于我们要把这个说明白了 是吧 第一天就在用 实至这么多天过去了 第四臭了 我们终于要讲一讲 好 在讲static之前 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类比 会先讨论一下实力属性 实力属性 实力变量 好 看我这里罗列了一个案例 有这么一个类 My class 是吧 一个类名而已 当中有一个属性 那我们都知道 是吧 这就是一个由 default所修饰的一个实力属性 罗列 然后呢 我在主案书当中做测试 那么 创建一个mce 创建一个对象 并且呢 为它的属性 也就是这个A属性 负了一个值 然后呢 又创建了一个mce 2的对象 为它的A属性 写负了一个值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实力属性啊 实质上是要 伴随着一个对象的创建 是吧 在我们的内存当中 开辟一个对象的空间 而对象当中 持有了一个A 是吧 那如果是两个对象的话 很显然 它应该分属在 我们堆当中的两个空间 是吧 或者叫两块内存地址 然后呢 大家各自持有一个A属性 所以呢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画了一个图 哎 看看这 看看这 这个站 这边是堆 是吧 就是这段代码 最后我们说运行的结果 就应该是 它是10 它是20 是吧 感应的结果 那 详尽的去分析 首先 你创建A对象时 哎 A对象不对 MCE对象时 那它会在 对当中 还批一块空间 并且里边 持有一个A属性 对吧 默认值是0 好了 接着呢 我会把这个地址 扑给这个叫做MCE的变量 所以呢 这就有个MCE 持有了 这块空间的地址 哎 就是这个 再接着 你是通过MCE 是吧 导航到这块 空间中去 并且为它附上一个值 10 嗯 这个值就有了 好 实质上 到了这 第一个对象的操作也就结束了 然后伴随着 又去尿了一个MyClass 对吧 哎 根据模板又来了一份 那在你的对当中又开辟一块空间 哎 那这个空间当中 它也持有一个A属性 对吧 哎 那么A属性默认值为0 再接着 把这个值 付给一个叫做MCE的变量 所以MCE的变量 哎 然后通过MCE到航到所属的A空间中去 是吧 嗯 再接着付上一个值 20 好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大家都看到 看到了结果 对吧 真正在打印环节 MCE的A和MCE的A 那肯定值是不一样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运行的结果就是10和20 10和20 实质上 这跟我们一个对象所持有的啊 比如说 内幕属性 对吧 哎 那你看大家都有名字 是吧 比如说大家都是学生对象 大家都有内幕属性 那么区别在于 属性的值是不一样 对吧 也就是说 每个对象都有各自持有的这样的属性 啊 然后取值 是不同 啊 与值是不同 从而我们其实就可以进行一个归纳 啊 作为实力属性来讲 啊 是每个对象各自持有的一个独立的 啊 也就是说 就这个 实力变量 A 是吧 啊 你这个对象有一份 我这个对象 他也有一份啊 大家是 各自持有啊 相互独立 所以 伴随着对象的多次创建 哎 我们会发现 这个空间啊 他也跟着有了多份 啊 也跟着有了多份 那么同样的 既然是多份 那么如果对对一个对象的单方面的修改 是不会影响其他对象啊 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两个引用指向同一个地区 对吧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这个叫做MCE的 对吧 它是一块独立的空间 那么他对自己的属性修改 是绝不会影响到MCR 啊 所以呢 各自持有 是吧 独立的空间 那么他是 多份的啊 伴随着多个对象的创建就会有多份 那么一个对象的改变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的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呢 给他记下啊 记下 然后我们一会做一个 类比 哎 在这 好 找到我们的笔记 然后 是吧 是吧 好 咱们来吧 实力属性 实力 实力属性 是每个对象 各自持有的一块空间 一块 或者各自持有的一块独立空间 是吧 一块 不叫一块 因为属性可能有多个 是吧 就独立空间就好 独立空间 是多份 多份 多个对象的话 那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实力属性空间 啊 然后 对象 三方面修改 是不会影响到 其他对象 啊 不会影响其他对象 好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实力相关 啊 所谓的实力相关 那么这段代码呢 其实也不复杂 是吧 哎 我们呢 也给它呈现出来 哎呦 我这个包名之前没改 是吧 改一改 啊 啊 抗金峰下面的这16下边的 应该叫零啊 一零 一零点啊 嗯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七集啊 然后呢 我再加一个新的包 是我们刚才啊 里面的第一 然后 叫做 呃 S 啊 多一个S 不然的话和关键字就同名了 我把这段呢 也给它做一个复线啊 Caster 叫做SeticBuild 啊 我们去测一测这个 实力和静态属性的区别 我就叫这个名字了 是吧 MyClass 然后 IntA 啊 这个我们称之为实力数 实力数 好 代码逻辑很简单 MyClass MCE 对吧 你有MyClass MC1.A 等上一个值 然后 MyClass MC2的 你有MyClass 两个对象是吧 MC2.A 等于20 然后 打印 CSout A 拼上一个 杠T 再拼上一个 B的 啊 sorry 应该是 MC 啊 sorry 什么 A和B啊 晕了啊 MCE 是吧 MCE这个对象的A属性 和MCR这个对象的 A属性 是吧 哎 好了 两个做一个打印 哎 这个结果跟刚刚我们看到的结果没有区别 对吧 行了 那这样的话呢 实质上我们就等于去啊 强调了一下我们过往学过啊 这样的一个实力属性 实力变量的一个基本概念啊 那么下边呢 哎 到了我们这个都要考虑到的静态啊 静态 也就是由Static所进行修饰的 好 你看 我这呢 还是这个案例 对吧 只不过呢 哎 换了一个 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加了一个啊 由Static所进行修饰的属性啊 我们称之为静态属性啊 静态属性 那么再接着还是一样的操作 是吧 哎 为MCE的这个静态的这个叫做B的属性 附上一个值 为MCE的B属性也附上一个值 然后我们再做打印啊 当然这个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在我们的编码旁边来写啊 好 我直接在这加一个属性 IntB啊 只不过这一次呢 我会由 Static的对它进行修饰啊 我们就称之为 静态属性啊 称它为静态属性 好了 那么这个静态属性的使用上来讲的话 其实没有区别啊 MCE点B 你看 这可以访问的 是吧 然后呢 给它一个值100啊 这就区分于两个A属性啊 你看 这给了一个值之后 我在这儿MCE2点B 也附上一个值 是200啊 200 好 接着 我再加一句打印 MCE1点B 和MCE2点B 然后我们就看执行的效果 看执行的效果 进行 好了 其实关注的是什么 关注的是 后者 是吧 关注的是后者 也就是说 我们会发现这个所谓的Static进行修饰的属性 它的一些执行的特性和行为会跟我们的实力属性有不同 那么静态属性 我在这儿附上了一次值 是100 好了 然后我在这儿附上一次值是200 那最后打印的结果都是200 对吧 哎 那 这就需要去分析分析 静态属性和实力属性的一些区别 回到这边来 哦 都是200 是吧 哎 那 这一次呢 大家看我这个图啊 看我这个图 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变化 原来我们所掌握的内存的空间 有两个主要部分 啊 两个主要的部分 站 啊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原称是JVM站 是吧 也叫虚拟基站啊 它当中存储的都是局部的变量 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叫堆啊 也就是JVM当中我们存对象的地方 是吧 哎 那好了 之前了解了这个两个部分 我们是可以把一个对象的空间分配 阐述的非常清晰的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个叫做static 之后 我们还要再了解一块空间 啊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方法区 啊 叫方法区 好 这个方法区是干什么的啊 同学们要注意 实际上它的作用 是在存储一个类的所有相关信息的啊 存储一个类的所有相关信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程序啊 我们的Java程序能运行 哎 运行我们自己写好的这些内容 其原因是什么 其原因是我们会进行一个点class文件的编译 对吧 哎 再接着由我们的Java程序进行读取啊 读取 进而才能明确在你写好的这些类当啊这个类当中 是吧 哎 到底有哪些逻辑代码需要执行 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的Java程序肯定是需要明确 你都写了哪些内容 那么就会有一个啊 所谓的加载这个类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 我们也称之为类加载啊 类加载 当然这个下午呢 我们会有一块啊 小的部分去给它做一个基本的解释 那么现阶段来讲 哎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结构就好 当一个类需要执行的时候啊 虚拟机呢 会去读取它的点class文件 啊 注意这点class是不是就是字节码文件 也就是我们程序可以运行的文件 对吧 哎 好了 那么他读取这个文件 进而就得到了这个文件当中的相关的信息啊 他有什么属性啊 我们先说这个吧 是吧 啊 这两个都得读取是吧 一个是我们的目标类 一个是我们的测试类 都得读取 哎 他读取这个叫做myclass这个类的点class文件的时候啊 是吧 他就知道了这个类的 类的结构 啊 什么结构呢 他有什么属性啊 有什么方法啊 附类是谁 是吧 啊 等等的相关的属性 哎 都会进行一次读取 读取完了之后 他会保存在这个叫做方法区的内存空间当中啊 保存在这里 好了 那保存在这里之后 实质上 就有这么一块空间 哎 存了这个类的相关的信息 好 那我们说现在这个myclass里边的信息很少 对吧 因为我们只定义了什么 只定义了一个静态的属性 哎 叫B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信息保存在方法区里 并且这个哎 整个的myclass相关信息当中就会有一个空间 这空间叫什么呢 叫B 然后当中持有了一个默认的值0啊 默认的值是0 好 伴随着我这个对象的创建啊 那我们也知道是吧 当你创建对象的时候 实质上是不是在你的堆中要开辟一块空间呀 对吧 接着呢 把它复制给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会在站中分配 然后叫mce指向这块空间 对吧 也就是这儿 指向他 这是没错的 好了 那你mcr的时候一样的 这儿又有一块空间 是吧 然后呢 哎 这是个局部变量 然后指向他 这也是没错 对吧 哎 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呢 讨论的是 当这两个对象 同时都去访问这个叫做B的属性的时候 哎 这个B属性是不是一个静态的属性 对吧 哎 那他的一个执行操作是怎样的 注意看 哎 这是mce 只向一个空间 其实应该指向这里啊 当然了 我为什么画了一个简 这个简单的图啊 好 实质上是想描述这个方法区 它当中所存储的是什么 是这个叫做B的 啊 也就是说 你的对象的属性从哪去 从这个 对当中的信息当中去 是吧 就像我们那个A属性啊 那么如果是这个 由static所修饰的 它会保存在方法区当中 是吧 哎 它就会在这边 那么当你的mce 去访问B时 OK 它就找到了这块空间 然后呢 为它附上一个值 多少呢 一百 一百 接着 mcr 红米 对吧 它也属于什么呀 它也是 找到这个myclass 所持有的这个 所谓的静态属性 那么它的静态属性 保存在这个区域当中 那么它在进行访问的时候 哎 它访问的 也是这个myclass 所持有的这个空间啊 叫B 然后呢 附上一个值 多少啊 两百 好 那这个值就随之改变 啊 就跟着变了 好 那么再往下说 你就去做打印了 是吧 你打印mce.b和mcr.b 即意味着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 改变之后的 对吧 也就是你看大家 最终访问的时候 访问的都是同一块空间啊 那这同一块空间 此时是两百 那无论是他也好 还是他也好 是吧 二者访问 都访问这块空间 哎 那接着得到的结果 就是两个两百 啊 两个两百 好了 归纳一下 和刚刚我们的实力属性 做一个对比 首先 各位要明确 静态属性啊 静态属性 是整个类 强调一下啊 整个类 共同持有的一块 共享空间 啊 共同持有的 共享空间 好了 全类 独一份啊 独一全类啊 整个类 只有这么一份 那么 谁能访问他呢 我这个类的 所有对象 啊 我这个类的 所有对象 都可以访问 这个相关 这块空间 啊 这块空间 那么也就意味着 大家 在访问 静态内容时 访问的 不是对象 是谁的 是类的 啊 是类的 那么任何对象的修改 都会影响 其他对象 因为大家 最终访问的是 同一个空间 啊 最终访问的是 同一个空间 好了 我看大家 这好像提了个问题 是吧 啊 为什么地址不一样 啊 这个就是我刚才描述的 存的地址 他们指向的是谁啊 指向的都是堆中的 这是不变的 对吧 都是指向自己堆中的地址啊 为什么我这单独画了个图 是想告诉大家 这两个对象的类型一样 这两个对象源自于同一个my class 那么他们的静态内容 不会在堆中存储 不会在堆中存储 他们的静态内容在类的信息相关当中存储 所以他们所属的是同一个类 那么作为静态属性而言 会在类的信息中 不在对象的信息中 注意啊 所以我们单独又有一块新的空间 这个空间里存的是什么 存的是点class相关的内容啊 就是你这个mce是哪个类型的啊 是my class类型 mcr哪个类型 my class类型 那么类的信息都在这块空间中 而他自己对象的信息在堆中啊 这一定要区分开 一定要区分开 好了 这个图我也不挡着 是吧 不是共享空间吗 是的 这块就是个共享空间 方法区在堆中吗 不在 不在 因为这个要是细分的话 我们的java内存空间啊 还挺多的啊 我们这个称之为飞堆啊 或者叫做这个原空间 原空间里边才是方法区啊 或者也有直接把方法去称之为这个原空间的啊 所以这块呢 内存的结构上来讲啊 实质上是要有一个完备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 现在 现在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的全貌呢 进行一个呈现啊 因为我们说还有很多什么类指针压缩空间 对吧啊 还有这个本地方法站啊 其实东西还挺多的啊 那么堆里边存了什么 它只有地址吗 好了 这样吧 我给大家画个图啊 大家呢 尝试去理解一下 找一个位置 找一个位置 我们今天的 放到 哦 我记得专门有一个隋唐的案例了 是吧 对 加一个 加一个 这个呢 是我们的 相关啊 相关的什么呢 方法区啊 好 打开 嗯 加上一个新的图形啊 这呢 我就得少画点了啊 画小点 这是我们比较熟识的两块空间啊 一个呢 这个叫 这回我就写全了啊 JVM站 啊 JVM站啊 另外一个是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 JVM站 那么这边 我们之前说过 是吧 站当中存什么呀 啊 一步变量 是吧 啊 好 JVM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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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对象 是吧 嗯 这画一个 这个属性 里边就有一个属 是吧 那么这个不用画这么大 画小点 嗯 这个属性 有个名字 啊 叫A 嗯 好 接着 有个地址 0X 00 00 1111 啊 不是叫 跟案例一样吧 A001 这样的话 一致了 好 接着我把它们做一个 整个啊 好 这里边呢 分了一个值 是吧 啊 0 0 好 这是一个对象 是吧 嗯 那么按照我当前的这个案例来走 好吧 啊 有一个 MyClass 必项 哎 他叫MCE 哎 那么接着 又有一个图形 啊 叫做MCE 他叫MCE 是吧 当中存储了 MCE的地址 下一点 然后把这儿改一下 好 那我们都知道 这应该就有一个引用 顶像的 方向 是吧 哎 行了 这是 创建对象 这是完成复制操作 对吧 现在就指向了 对话空间 也就是完成了我们第七行啊 国际代码的第七行 好 接着下一步呢 MCE 点A 等于10 好 那这句话就意味着我要访问这个A的空间了 对吧 哎 好 那他所属的空间 是不是通过这个地址导航到这边来 为他附上一个新值啊 等于多少呢 等于10 好了 这步操作就搞定了 这步操作就搞定了 是吧 啊 行了 这儿我就说完了 那么至于说MCE点B 这块我先注掉 是吧 哎 我先注了 我先把MCE2也给他画出来啊 MCE2以及MCE2为A属性负值的这个事情 很简单 是吧 好配一份 哎 然后 这儿呢 叫做B002啊 那他的地址也发生了改变 是吧 啊 这不是发生改变啊 这个空间 他是谁 MCE2 好了 现阶段实质上呈现出来的结果 即是我们刚刚 第一个案例 对吧 啊 就是看一看 这个 实力变量啊 这一个差异啊 当然了 这是第二个对象 创建出来 他的值是多少呢 20啊 好 到这儿我们对比一下 MCE对象创建 负上A的值为10 MCE2对象创建 负上A的值为20 好 这两步在你内存当中的呈现效果 即是当前的这个样子 所以吧 好 看看大家这儿 有没有疑问 啊 这是不变的啊 是以前学过的知识是吧 是不会有变化的啊 哎 好了 变成了这样 是吧 那现在呢 我们又额外学了个新的知识 注意啊 这是一个新知识 不是推翻以往啊 新知识 也就是说 现阶段 我们要学习的这个静态 它呢 会涉及到一块新的空间 啊 这个空间呢 即是我们现在要讨论到的方法区 啊 方法区 好 那么这个方法区是干嘛用的 啊 我们说方法区是要存储类层面的相关信息的啊 类的相关信息啊 好 不是对象的了啊 哎 图 啊 在这边啊 你还是要 哎 加以区分 为什么 我怎么一点到这儿 啊 好了 加以区分啊 对当中是什么 是对象 好 那我现在多了一块区 这个区域呢 是存储类相关的信息的 啊 所以它叫什么 它叫方法区 好 存储类的相关信息啊 不是对象的相关信息啊 是类的相关信息 那也就是说 这个对象 和这个对象 他们的来源是什么呢 他们都什么类型啊 都是那个my class类型 是吧 哎 好了 为什么在我的 这个java程序当中 能创建a啊 能创建这个001和002 这个对象 源自于他们都有共同的模板 my class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实质上同学们应该能推敲出来 在能创建这个对象之前 我一定是能先拿到my class 这个类 这个模板的信息的 哎 这个模板的信息的 好了 那么 这个模板信息在哪里呢 在这 一个类的相关信息 都存储在了这个叫做方法区的 它不是存对象的啊 你注意了 方法区 好了 那行了 这个信息 在哪呢 嗯 在这 你看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my class 对吧 好了 他实质上是要对这个类做一个描述啊 描述这个类的相关信息 比如说 这些这个类当中有什么相关信息啊 类的信息 我们先说已知的啊 先说已知的 比如说类的名字 对吧 类的名字叫什么 叫my class吗 哦 全限定名 注意 汉姆千锋 Z16 T1 Statix 下面的my class 这是不是类的信息 这是不是类的名字 对吧 好了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负类是谁 注意 你看这个my class 他有没有负类啊 我没有写 对吧 我没有显示的写 那大家应该知道 他有负类 负类是谁呢 是我们还没有学到的 对吧 好了 那还有什么信息呢 比如说 实例属性有谁啊 好 其实现在就一个啊 int类型的 A 好 那么后边甚至还有实例属性 有没有默认值的问题 那实质上这个我就不写了 是吧 其实这儿 实例属性intA 对吧 那没写 他的默认值就应该是几呢 应该是零 对吧 好 那有没有静态属性呢 也有啊 也有 是static的 int类型的B 好 默认值也是零 所以这些你看到了吗 这都是类的相关信息 啊 当然还有什么 我现在没写 还有方法 比如说实例方法有什么 静态的 一会儿也可以修饰方法 对吧 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函数啊 都有什么 那这儿都得写清楚啊 都得写清楚 甚至还有这个类的创建的时间 是吧 啊 什么时间 然后这个类的编辑的这样的一个JDK的版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是JDK8 是吧 8 然后点多少呢 点几几点几几 理解这意思吧 啊 甚至还有这个类的加密的 这个 嗯 checks on 将来同学们下软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还会把一个文件做加密 然后让你去对比 进而能对比出这个文件 有没有被篡改过啊 很多信息呢 是吧 当然JDK的版本还分什么呢 还分主要 还分主要的版本号和次要的版本号 就是大小嘛 对吧 主要版本号肯定是八了 是吧 次要版本号就是八点几几几几几几 知道啊 嗯 所以你看我这里只是罗列了一番下来 其实一个类的相关信息有很多 有很多 啊 好 看看大家怎么说啊 还有一个本地方法去吧 没有 那个叫本地方法站 那是跟虚拟机站是同一个东西 在这个K8的时候也有合并 所以这个方法区和本地方法站那两回事 方法区不是存方法的 方法站也不是存方法 方法区与实力静态本体无关 与这个无关 与实力的没有关系 与实力无关 静态静态是属于类层面的东西 静态是属于这个类层面的 所以呢与静态有关 这不就是初始化类的模板信息吗 说的特别对 对大家去理解这句话就好了 就是初始化这个类的信息 模板对了 所谓的初始化是啥呀 不就是你要通过你Java的程序 你Java的讯息 要把那个点Class文件读进来吗 我们的点Class文件在哪啊 代码 Z16 B 好 来看 这是不是点Class文件呀 看到了吧同学们 来这我稍事的给大家展开一下啊 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现在肯定是看不懂 对吧 你现在如果是把它直接打开 你看 你老师你说这里边是什么呀 啊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对吧 好像你也看不太明白 不过你大致的去看一看 这个 Fill的 是吧 Discryptor 这是一个属性 Fill的属性 是吧 自断的意思 属性的意思 Fill的Description 就是属性的描述 有什么 A 这还有一个属性的描述 有什么 StaticIntB 哎 那就就两个属性嘛 对吧 然后下边是什么 MisterDescription 方法的描述啊 方法的描述有什么 首先 有一个 叫做MyClass的方法 这很显然 前面没有 外的什么都没有 这叫 这叫 这叫什么 这叫 这个 构造方法 这叫构造方法 啊 然后现在 下边还有一些 这是指令了 啊 到这儿 到哪儿呢 到这儿 014啊 这一块 这是指令 啊 这是指令相关 啊 下边呢 这是行号 啊 这是行号 这个呢 是要局部变量表 啊 他用到的局部变量有谁 所以呢 这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那这个类的信息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 想展 想紧啊 比如说 这儿我用一个 这个这个快速的办法 好 这就是扩展啊 不重要啊 myclass 保存在一个myclass.batcode下方 好了 我就得到了一个文件啊 这是我 我们通过java提供的一个反编译 我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边都有啊 好 你注意看 这是通过这个类 是吧 通过这个myclass 点class文件啊 你不是看不懂这点class文件里面写了什么吗 所以呢 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所谓的反编译 为了能看懂的 好了 到这儿其实就拿到了那个点class 这个myclass 你看classfail 这是类文件 对吧 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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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文件的物理位置 这是不是一个类的信息啊 对吧 就是你将来你做 就是我们说虚拟机 他要读一个文件 他肯定得知道这个文件的物理所在位置 好 这是类的信息 然后你再看下边 last modified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是在20年2月24号 对吧 然后这个文件有多大呢 哎 330个字节 哎 这是不是类的信息 对吧 哎 也就是文件的大小 文件的位置 这都是类的信息 好了 还有什么 checks out md5的加密的checks out 啊 这是一个加密盒 这是将来我们对这个文件 哎 他会自动把我们做一个加密 那么如果这个文件被篡改过 他的文件是来自于内容的加密 对里面内容的加密 那么好了 这 这个 这种是我们说的 这是一种不可逆的加密方式啊 不可逆的加密方式 得到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将来 如果这个文件一旦被修改了 哪怕被修改了一个字符 他的加密的结果跟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呢 往往是官方 哎 给你提供一些下载的内容的时候 比如说整个的一个下载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包 哎 他就会对这个文件包做一次加密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下载之后 对他做同样的md5加密 得到结果 两者相较 如果你得到的结果 跟官方提供的结果不一样 那就意味着你这个文件就被篡改过 明白吧 所以这个东西干嘛用呢 主要是问验证文件的 验证文件的安全性的 好吧 哎 所以呢 你看这个 它也是这个文件的信息啊 也是这个文件的 点class的信息 然后呢 你看这儿 compeller from compeller是编译的意思 编译自哪里呢 编译自这个叫做teststaticfield.java这个文件 从这个文件编译而来的myclass 你看这描述的很清楚 然后下边class 哎 看 这是不是全限定名啊 这个文件的全限定名 看懂了吧 好了 再往下看 哎 你看 哎 minor washington 这叫次要版本号 小版本号 然后major washington 这是主要版本号 52 52代表的就是多少呢 就是jdk 1.8的意思啊 jdk8或者叫jdk1.8 啊 所以呢 这是次要和主要版本号 这也是一个类的信息 看到了吧 哎 然后呢 再往下 你看还有一个大段的叫做testand pool 这是我们未来要讨论到的 常量池 啊 常量池 它将来这里边罗列的信息内容 最后会存到我们的内存空间的一个运行时常量池中 啊 当然这你看又提及了一块空间 对吧 这是我们后边 哎 还要了解到的 啊 除了现在我们的堆站方法区以外 我们后边还会要讨论运行时常量池 它存的就是这里边罗列的东西 将来都会放到那里去 好了 那再往下 你看还是一个类的信息 这是一个大括号的开始到结束 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什么 你看有一个A 对吧 那description描述 这是什么 I I代表的就是整数的意思 int的意思啊 I 首字母大写是I 就是int 首字母大写是D 就是大宝 啊 首字母大写是B 就是by的 理解吧 哎 好了 然后下面你看 这也是一个 对吧 哎 这是两个描述 然后再往下来 你看这个myclass 这是一个方法的描述了 什么方法 够到方法 因为你现在没有写别的 对吧 够到方法 然后你看这 description对他的描述 V是什么意思 V就是wide的意思 小号是什么意思 小号就是参数表的意思 但是这里是空的 显然这是一个 没有返回职业 无参的方法 对吧 哎 好了 然后下边是对这个方法的一个代码执行的指令啊 什么 Aload啊 从我们的这个空间中加载 然后inwork special是调用一个特殊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是initial初始化的方法 其实就是够到方法的意思 return方法结束的意思 哎 然后下边还有行号 还有局务变量表的描述 所以这里当然大家不用记忆是吧 哎 你这只是展望了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你看到了吗 这个类多简单 我们应用层写好的就这么点内容 class myclass 对吧 inta static intb 这就是我们写好的一个类 那么由我们的java去帮它翻译成了什么 是不是把它翻译成了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点class文件里存储的信息 我们虽是写了这些 但是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内容 哎 是不是编译器都帮我们做了 对吧 哎 他帮我们详尽的记住记录了文件的所在位置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加密和编字编译字哪里 对吧 全限定名次要主要版本号 长量池 然后属性 然后方法 然后代码块 短七八糟 这么多东西都帮你做好 可以说 这就是我们现在 是吧 你了解到的这个点class的一个完备的信息了 点class的一个完备信息了 好 那么再往下说 你说这么多的信息 是不是在你程序需要运行它的时候 你得用到它 比如说我这儿用到了new class my class 我要new它的类型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得在内存当中 我得在Java程序的内存当中记录这个类的信息 把这个信息都得记下来 听懂这意思了吗 记下来之后他得知道 你还有一个int类型的a属性 你还有一个intern类型的b属性 对吧 你还有等等等等的信息 他得记录下来 那这个信息记在哪 就记在这里 好吧 就记在这个叫做方法区的空间里面 好了 那么记录到这之后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实力属性 空间分配在堆中 那么这个静态属性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啊 静态属性 这 存储的 是整个my class相关的信息 啊 应该是my class 这是类名是吧 点class文件 哎 文件 文件 诶 我这注入法怎么 好 文件的 信息 注意了 它是存了你整个点class文件的信息 那这个点class文件的信息 就有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内容 听懂了吧 哎 很多的内容 不过呢 其中有一块是由static所修饰的 叫什么呢 叫b 啊 叫b啊 我先粗略的话 是吧 后面我们系统讲到了的时候 还不要说 有一块共性的空间 这个空间叫什么呢 叫b空间 咋了 那么这个b空间 当中持有了一个值 是吧 默认的是零 哎 那么将来 你说你在这个使用变量名 是吧 访问b空间的时候 注意了 这个b空间可不属于某一个对象的 可不属于某个对象的 它属于谁啊 它属于整个类的 对吧 它既是001的 它也是002的呀 你将来再通过m my class再创建第三个003004也是一样的 这块空间是共有的 所以呢 当你对mce的b空间复制时 实质上是从这 导航到哪去 导航到它这 或者我再严谨的画一些 大家要知道 我这啊 哎 我这就画全了吗 这是一个对象 是吧 好 这个对象 里边还有个引用 这个引用叫什么呢 这个引用 还有一个class啊 将来我们会讨论对象头的概念 它里边 还是真正 指向 下边这块空间的啊 嗯 我放到这 哎 有条线 就像这块空间 能看懂这个意思吗 哦 另外这边呢 也是一样啊 这边也一样 看我复制一份 把过来 这个表 把它改一下啊 放到这 这边呢 叫 A 001 好了 它也有一块空间 指向自己的类信息 好 这样话 想必同学们能看着更清晰一些 什么意思呢 体会体会 MCEMCR是个变量 持有了各自对象的地址 是吧 MCE持有的地址导航到这边来 那么对象的信息 在这就能拿 这叫对象的信息 这叫实力的 对吧 实力的 你的实力 跟我的这个实力 二者之间是毫无影响 对吧 我这也是个实力 这是对象自己的 都存在了这个堆当中 对吧 那么 类的信息呢 你的出处是什么 A001的出处就是MyClass B002的出处也是MyClass 大家是同一个类造就出来的 同一个模板 所以大家各自持有了一个指向自己类信息的这样的引用 注意啊 指向自己类信息的引用 那就导航到了这个类当中来 而这个类 它有一个静态属性叫B 静态属性 全类共享 只有一份 只有一份 一个类只有一份 听懂了吗 只有一份啊 那好了 MCE.B 就是MCE 通过地址 导航到这边来 找到了类的信息 又导航到了这来 然后给B的只改了 改成多少 改成100 没问题 它是在改自己类的信息 对吧 好了 那么MCE.2呢 MCE.2也通过它 导航到了对象空间 又通过这个MyClass 找到了自己类的信息 然后把这个共性的空间改成了200 哎 好了 这是不是改的是同一个空间 进而 就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在完成这两部负值 对B负值的操作之后 A打印 I打印 就是不是A MCE打印B和MCE.2打印B的时候 现在你再看 是不是得到的都是这个200这个值啊 言而总之 他们两个操作的是同一块空间 为什么是同一块 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类 那么这个静态属性是全类共享 只有一份 体会体会 哎 这块听懂的 给我一个反馈 有问题 当然你可以提问题 是吧 哎 有问题 你就答你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给我一个反馈 哎 我为了能 哎 我把这个图留下来啊 要不然就一点那个什么就没了啊 好了 哎 对着这个图是吧 再看 嗯 行 看来这是听懂了啊 那是不是 加个static就直接弄到共享地址那儿了 呃 是的啊 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哎 你要是加了static 他就不属于对象 是吧 哎 他就是属于类层面的 那这个类就是共享区域啊 共享区域 好了 如果这儿你看懂了 是吧 你看回过头来 我这个不就是画了一个简便一些的图 对吧 哎 就是就就省略了谁啊 对吗 我不是这儿写了吗 省略上图 上图什么样 不就是这样啊 其实想说的是什么 想说的就是 无论是mce也好 还是mcr也好 这两个对象 他们访问b属性是 哎 他们访问的是这个权类共享的 唯一的一个叫做b的属性 所以我们说 他是整个类共同持有的 不属于某个对象 对吧 也不属于这个 也不属于这个 那大家共享的是同一块空间 啊 所以mce对他做改变也好 还是mcr对他做改变也好 大家都能改 但是改完了之后 你就要知道了 mce对他改完了 是吧 那他变了 mcr对他改完 他也变了 所以这个结果怎么得到的 为什么是200200 就是因为mce改完之后 mcr又改了 对吧 改完之后变200了 所以在这打印的时候 最后打印的是最后一次的修改结果 200啊 所以静态的内容 全类共享 对吧 大家都可以对他做修改 进而也都会得到他修改后的最后一次修改的结果 啊 哎 好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实质上我们就把静态的基本概念就说明白了啊 好了 往下来 这两个结果我们看明白了是吧 下边我们给到一些概念 首先第一个 静态这个东西能修饰什么啊 能修饰属性 也能修饰方法啊 好 能修饰属性 也能修饰方法 这是第一个 对吧 属性 刚刚我们看到了方法 你从第一天开学的时候 你就你就发现了 是吧 主方法 或者主函数 对吧 哎 也能修饰的 那我们一会儿再去讨论细节的事啊 一会儿再讨论细节的事 好 首先是他能干什么 对吧 接着 如果修饰的属性 对吧 我们就称为静态属性 或者也叫他 类属性 如果修饰方法 就叫他静态方法 或者类方法 一个名字罢了啊 那么重点突出的是什么呢 类 这个东西很关键啊 原来是对象属性 对象方法 现在是类属性类方法 对象是多 是几个呀 对吧 我们说对象那是多个 类有几个 就一个啊 就一个 所以记得我们原来画那个图吗 哎 我们原来画过一个图是吧 对象是什么 这个这个类 类是对象的模板 对象是类的实力 所以这对象这是多个的啊 当时还做了一个前套 对吧 很典型的一对多的关系 好了 那么称为 静态属性静态方法啊 也叫类属性类方法 最后这个很关键 你看 静态成员是全类所有对象共享的成员 啊 好的 所谓的共享成员就有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 在全类中只有一份啊 只有一份 不会因为创建了多个对象而产生多份啊 得了 那么其实这种东西 同学们在理解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只是从java的层面 是吧 只是从这个内存的层面 那其实这种东西很多啊 很多 我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但凡能称之为共享的 是吧 共享的 全类共享 其实这种东西很多啊 我以前在这个线下上课的时候 经常举个例子啊 因为线下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大的教室 是吧 啊 然后呢 往往教室当中会放一台饮水机 啊 饮水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个对比了 比如说 可能同学们在听课的时候 是吧 或者同学们上课的时候 往往都会自己买个杯子去打水 那平时上课喝 啊 那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所谓的实力的 实力的是 哎 每个对象各自持有一份 对吧 那我们说那个水杯 其实更像是实力数 对吧 实力就是我有一个什么什么嘛 对吧 哎 所以这个杯子 实力的 你有一份 我有一份啊 整个班的同学们 是吧 各自有各自的杯子 哎 那肯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 说两杯水接满了 放在你我面前 你把你自己杯中的水喝掉了 哎 我这个水 我杯中的水也跟着不见了 不可能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强调的 实力属性是每个对象 各自持有的独立空间 单方面修改 不会影响另一方面 对吧 不会影响其他对象 那好了 那 这个所谓的静态是什么呢 静态是类层面的呀 哎 静态是类层面的 更像是那个 饮水机 啊 饮水机 饮 啊 饮怎么写了 差点忘了 饮水机 哎 静态的 什么东西 哎 你比如说 饮水机 是整个扳机 共有的 对吧 你不能说 饮水机是你的 或者是我的 如果饮水机 变成了实力的 是吧 还变成了实力属性 其意味着 那可能一个班里边有一百位同学 这一百位同学人手一台饮水机 对吧 哎 这就是实力的概念 那显然不可能 那好 现在我们说 如果一个教室里摆放了一台饮水机 那这饮水机就不是实力了 哎 是全类共享的 是吧 这个班机的所有同学们都可以在这台饮水机当中接水 哎 好了 那这个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了 它既然是个共享的空间 对吧 哎 比如说 我去到那接了杯水 啊 原来比如说剩了 这个 一千毫升 啊 一千毫升 我接走了 我接走了多少 我接走了两百毫升 啊 我接到两百毫升之后 你注意 因为它是个共享空间 你在去接的时候 它里边剩的一定是八百 对不对啊 哎 因为大家是多个对象 是吧 哎 很多个实力 哎 共享的这块空间 所以 地方改变 是吧 哎 其他就会感觉 哎 感觉也变了 对吧 哎 一个对象对他就有改 那其他对象看起来也会感觉有变化 啊 所以 静态的属性 是整个这个类 共有的一块 共享空间 啊 全类就一份 对吧 哎 你对象能创建多少个 你这个类能创建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对象 对吧 哎 对象有这么多 那 静态的内容 还是只有一份 啊 所以任何对象对他做改变 那其他看起来都会发生变化 啊 所以 把这句概念一定要记住 静态成员是全类所有对象共享的成员 对吧 全类中只有一份 不因创建多个对象而产生过份 好了 是此呢 实际上我们就把一个静态的基本的概念就给他说了 对吧 啊 现在只是看了一个基础的demo啊 那么 再往下来 再往下来 看这段 这是类个类 是吧 嗯 这是这个类 A和B 好 那么刚才我们发现了 是吧 嗯 发现了什么呢 我换个行啊 这叫做访问类的共享空间啊 共享空间是吧 全类 读一份的那个啊 读一份啊 全类读一份 这呢 好像也是 对吧 哎 MC1.b和MC2.b 访问的都是那个全类共享的空间 好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得到的结论是 啊 大家都是二版 对吧 你是第一次对他做修改 我是第二次做修改 那么最后一次修改的结论 在后续访问的时候 大家都拿到了 好 那么下边我们就要明确什么了 明确 实质上 你这种使用的方式啊 不严谨 什么叫不严谨 你看 MC1.a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 我访问自己的属性 对吧 哎 我访问自己的属性啊 MC1.a 他一定跟这个MC2.a是有区别的 我访问自己的属性 对吧 好了 那么 MC1.b呢 好像这种用法 也变成了什么 也变成了我访问 自己的属性的这种概念 对吧 哎 好像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语法 语法啊 很像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你虽是 MC1.b 啊 以访问所谓的自己属性的这种方式进行访问 但是最后你访问的还是谁 还是累的 对吧 还是累的啊 所以就感觉像什么呢 你比如说 我们说有一个 有有过去有首歌啊 叫我的太阳 是吧 啊 好像是这个炮瓦罗地 是吧 啊 我的太阳 好了 就就着他说吧 我们说太阳 这个对象 全类共有 对吧 独一份啊 是全类是谁 比如说人类是不是一个全类啊 对吧 或者生物啊 不光是人类 对吧 生物动物啊 所有的 是吧 啊 全类共享 全类共享 那你说你的 谁的呀 啊 我看着太阳说我的太阳 你看着太阳也说 那是我的太阳 对吧 但实际上大家指向的是不是都是同一个 对吧 啊 全球七十多亿人口 是吧 动物也无数啊 不知道 没统计过啊 像七十亿人口指向的太阳 都是一个 同一个对象 对吧 哎 这是不是就是全人类共享 共有的一个太阳 对吧 我说是我的 实际上也是天上挂那个 你说是你的 那也是天上挂的那个 其实指的都是他 那么这种访问形式 就有点像什么 啊 我的太阳 对吧 实际上 背后指向的 还是这个全类共享的 对吧 那么当然 还有一种方式 是什么 人类的太阳 啊 这么去说 对吧 也别说是你的是我的 反正全人类的 大家共享的 人类的太阳 那这种访问 那这种访问形式即将发生一个改变 啊 即将发生一个改变 啊 这不用闪 是吧 变成什么呢 看着 变成 类名点A 啊 点B啊 类名点B 换句话说就是 你在这写上对象名点B 实质上也是类名点B 啊 类名点B就很明确了 谁的这个B属性 My class 就是那句 人类的太阳啊 就不再写什么我的太阳 人类的太阳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大家要明确 访问实例属性时 哎 你用对象名点 对吧 访问静态属性名时 那静态属性时 你也可以用对象名点 但是你写完了之后 它会帮你自动转换成类名 名点的调用 啊 自动转换成类名的点的调用 也就是说 实际上这句话 和这句话 最后都会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my class 点B 啊 都会翻译成这句 那么同学们去想想 如果这一句被被翻译成了my class 点B 那就变成什么了 这就应该变成了 等于100 你想想对不对 对吧 因为这儿 你看 这才是一个标准的对于静态属性访问的一种方式 对吧 哎 刚才这种也行 对吧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地道 地道的方式是这样的 my class 点B 好了 那这儿是附上了100 那么这儿要是替换一下 是不是也就变成了my class点B等于200的意思 对吧 所以你看 现在这种负值 把这句注了啊 好 那么下面我在这儿再进行访问 你看看这个结果是不是 还是一样的 my class点B100 my class点B200 其实上面的这两种形式最终都会转化成下面的这个 那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这儿访问的时候也不应该用对象名价 你就应该改成什么 你就应该改成sysout my class点B 对吧 因为mce的类型是my class 然后拼接上这个杠梯之后 还是my class点B呀 因为mcr点B 它是不是也是my class类型 明白吗 所以你写上这 这就是刚才我们为什么看到了两个跟200的另一种结论 对吧 其实你这儿访问的和这儿访问的 就是下面的这种形式 然后你这儿 访问的 什么mce1.b mc2.b 其实你访问的也是下面这种 访问的都是同一块 无论是复制还是曲制 好了 所以说 最终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对于静态而言 其实是可以不必创建对象 而直接通过类名访问 对吧 当你可以通过类名 直接对类的属性做访问时 这个时候跟对象就没啥关系 对吧 他已经可以支持什么 已经可以支持你直接通过类名点了 对吧 那没有对象又怎样呢 换句话说 就是前面的这些 这大段的内容我都不写了 对吧 这也不写了 我就只保留一句 my class点B 这是不是就表示我要对类当中所持有的共性的属性做访问 你看 他 是不是指向的就是这个静态 体会体会 好了 总结一句 是吧 别在这写了 这是一句 是吧 这是一句 在这加一句 访问静态属性和方法时 是吧 可直接通过类名点 属性名 或者 或者 类名点 或者 和 应该是 以及 类名点 方法 当然方法我还没提是吧 不过你先有一个 概念 所以 直接就可以通过类名点属性名 类名点方法名 因为你访问的是类层面的 对吧 这个 不是对象所要的 所以跟对象有没有空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直接通过类名就能访问 所以也建议 也推荐大家 在访问静态内容时 要通过类名 推荐 访问静态的内容时 要通过类名来放 类名点子 就换句话说 你写成这样 人家也是帮你翻译成这样 写成这样 也是翻译成这样 一个意思 好了 那改变了我们的书写方式之后 是吧 我们就能明确的看出来 对象名点的 往往我们都是用在访问实例变量 类名点的 往往都是用在访问静态的变量 或者静态的成员上 好了 看个大家的反馈 对以为是我访问自己的属性 其实是访问类的 对 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静态的就属于类的 对吧 那就不用创建对象了吧 说的对的 你要是访问静态的 你完全不需要创建对象 对吧 访问静态的 不需要创建对象 好 OK可以 是吧 行 那至少我们在这一段内容当中 我们有一些信息是要明确下来的 是吧 这是刚刚我们所讨论到的 在这做一个归纳整理 是吧 这是实例的 是吧 静态属性 静态属性是 整个类共同持有的共享空间 它只有多少呢 它只有一份 然后任何对象修改 是吧 都会影响其他对象 因为只有独一份嘛 好了 再有的 就是刚刚我们提及的 是吧 往下来 静态 也就是这个static 是吧 或者我直接写static 可以修饰 属性和方法 对吧 即为 即为 静态属性 也叫类属性 以及 静态方法 也叫类方法 这是static的能干什么事 是吧 然后呢 权类共享的 静态 成员 是权类共享的 或者叫权类 所有对象共享的 所有对象共享的 权类只有一份 是吧 只有一份 不因 创建多个对象 而产生多份 啊 然而总之 静态的就只一份 是吧 最后呢 不必 创建对象 也可直接访问 啊 也可怎么样呢 也可通过 类名 直接访问 静态成员 不必 创建对象 不必 不必 创建对象 也可通过类名 直接访问 静态成员 那么同时 也建议 是吧 哎 我们 在访问 静态成员时 对吧 啊 应该通过什么 类名点的形式 啊 通过类名点 把这句推荐 也给他拿过来 啊 好 今天 访问静态成员时 是吧 哎 可直接通过 类名点属性名 是吧 啊 或者叫静态属性名 啊 类名点 静态属性名 和类名点 静态方法名 啊 访问 这是推荐的一种方式 从而呢 也可以很好的去区分 对吧 当然大家应该知道 你用对象名 访问也可以 对吧 肯定是可以的 哎 你写成这个样子 啊 不对 写成这个样子 是吧 啊 跟你写成下边的这个样子 是同理的 只不过呢 人家会编译器 会帮你做一次翻译 啊 编译器帮你做翻译 一旦编译的时候 他会把 mcr.b 是吧 对象名点 静态属性名的形式 就给你更换成了 类名点属性名 那这个操作 是吧 就甭让我们的编译器 把我们做了 我们自己就直接写成这个样子 啊 也 规避了一些 视觉上的这种混淆 对吧 你一看就能看出来 这是访问实例的 这是访问静态的 啊 好了 看看大家 这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啊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 有问题 那就说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刷一包礼物吧 然后咱们就准备 复兴 嗯 好 看来 这块都没有问题 是吧 行了 那就这样 下午呢 我们延续 是吧 对静态呢 再做一些应用 啊 和细节的剖析 啊 那上午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吧 啊 那大家午休吧 啊 咱们下午见啊 拜拜 我这停一段啊 然后把视频接着给 放上去